在轎车好端端停等红灯 突然后方引药车往前冲撞 把前面的车辆撞到往前飘移 救护人员把单架上的伤者 送上救护车 被撞的车辆上 有两个大人三个小孩 其中两个人住院治疗 就看到我们的车子 整个后车厢整个都不见了 当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也没有听到有刹车的声音 就感觉到我车子直接被撞下去 那撞到的当下 他的嘴巴一直流血 下巴的地方鼓掠了三处 接受访问时额头上还有伤口 车祸发生在5月21号 嘉义县的高田大道上 这起事故也造成其中一名9岁男童 一度住进家户病房插管治疗 被撞的是前拉女熊队的球员周森毅 他退休后在苗栗玉明公家 担任棒球教练 原本预计之后要带队参加 玉山杯轻棒锦标赛 想不到劝发生车祸 因为要照顾太太还有儿子 被迫缺席学生的比赛 因为我个人的事情 然后去影响到他们 我会觉得很抱歉 大白天停等红灯被车子追撞 警方调查发现肇事车主 其实是酒后上路 蔡新驾驶经警方酒测 呼气值0.42 超过法定标准值 那全案依公共危险罪 移送罚犯 前职邦球员周森毅 当前是从苗栗开车 在一家人岛嘉义旅游 中途却被酒驾车辆追撞 遭受无望之灾 静新闻蔡芳荣 李星龙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1 10